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阳性 那个案也是入境至今没有症状 那已掌握接触者三人 两人列居家隔离 一人列自身管理 那另外在案982是八国级 50多岁男性 那在今年1月12号来台工作 有搭机前三日内检验性报告 那入境后置防疫旅馆检疫 起码后置其他住所自身管理至2月3号 那因返国需要3月10号到医院自备裁检 今天确诊 那他的西医值是32次再验西医值34 那血性抗体 IgM跟 IgG都是阳性 那目前掌握三个接触者都列居家隔离 那个案在台的期间的其他活动史跟基础 都还在调查当中 另外案983是英国几四十多岁的男性 那在今年1月1号在英国确诊 3月10号来台工作 有搭机前三日内检验性报告 那入境后置集中检疫所检疫 那3月11号进行专案裁检 今天确诊 那西医值是39 水清抗体 IgMg都是阳性 那个案入境至今没有症状 那再来是指挥 再来是这个案984跟985 都是菲律宾籍二十多岁男性 那今年2月17号来台工作 只有搭机前三日内的检验陰性报告 那入境后到这个防疫旅馆检疫 起码后再到其他住所自补箱管理 到3月10号 那两人因工作需要 3月11号到医院自备裁检 在今天确诊 那西医值分别是32跟34 那次在医院核酸 都是阴性 那案984的血性抗体 IgM阴性 IgG阳性 985则是血性抗体阳性 但是IgM跟IgG 可能这个抗体量太少 所以咽不出来 所以两名个案到目前都没有症状 那以掌握 接触者12人都自立 自主这样管理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总共有984例确诊 那目前还有32人在住院隔离当中 那是今天的境外入的6位的一个个案 再来我们请罗布组长来报告 就是有关今天媒体报导有关欧洲的部分 有因为血栓事件 然后有缓打AZ疫苗的一个状况 大家好 那今天大家可能有看到媒体 这个报导外电 说这个丹麦 以及临近的一些北欧的国家 还有像意大利等等 大概有10国左右呢 有因为这个丹麦发生了一个 几位民众 接种AZ疫苗 作用血栓的事件 其中有一人死亡 然后采取了一个停打AZ疫苗14天的一个动作 那也有其他国家跟进 那这个部分 因为整个欧盟 是负责这个疫苗的评估 跟风险 这个公布的 所以不良事件的 不良反应的这些统计 也都在欧盟的这个欧洲药品局的网站 所以欧洲药品局事实上 也很紧急的发布了一个声明 那我就把它 大概摘要翻译在这边 那就是说 他们知道丹麦是做一个预防性的措施 目前并没有显示说 直接的证据 这个血栓是由疫苗所引起的 所以欧盟这边的建议是说 还是力大于弊 这个AZ疫苗 还是可以持续的接种 那他们会针对血栓的事件 血栓的个案 继续做调查 那这个事件到底是不是跟疫苗有 因果关系 或者是统计上的关系 事实上很重要 就是看有没有这个背景值 那这个欧洲药品局这边第三点这边是表示说 到目前为止总共五百万人接种了AZ的疫苗 其中发生了三十例 并没有超过这个背景值 也就是说发生这个血栓事件的几率 并没有高于一般大众没有打疫苗之后发生血栓的几率 所以这是他们就这个部分做的一些声明 那我这边再做一些补充 就是什么叫做血栓事件 那血栓就是血块 我们一般这个如果说因为感染 或者是手术之后不便移动 或者是说因为吃药 或者是本身疾病 好像有一些癌症的关系 这种种的原因 有可能会导致 特别在我们大腿的身部的静脉 会出现一些血块 那这个凝血功能比较差的时候 就可能会导致血液凝固 引起血块 那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血栓事件 那如果说这个深部静脉的血块 那进入血管 然后跑到肺部的话 也可能再引起这个肺部的血栓 那个叫肺栓塞 那这也是第二常见的一个血栓事件 所以通常我们在做疫苗 接种之后的不良反应的统计的时候 我们会看就是血栓事件的话 大宗就是在看这个深部静脉的栓塞 以及就是肺部的栓塞 这两类 那这两类其实在我们台湾很少 不是很常听到 我们估计大概这个 整体的这个发生率 一年大概是万分之一点五九 不过在欧美国家 他们因为种族人种的关系 这个是我们黄种人跟西方人种不太一样的 其中一个很很很教科书等级的一个常见的一个举例 就是说在发生血栓的几率上 国外这个西方人的几率是我们黄种人大概五到十倍 所以他们的这个发生率 事实上可以到千分之一到二 那如果我们以丹麦来看的话 丹麦目前打了十四万人有AZ的疫苗 所以估计他们这个千分之一到二的发生率 一年如果就算不打疫苗 这十四万人 大概也会有140到这个两百八十人 会出现这个血栓事件 那除以五十二周 所以就说如果一周发生 大概是三到六位的话 那都还在这个背景之以内 所以我们目前看到 其实他所谓的数位民众 他没有宣布是多少 不过以整个欧盟 这个公布的这个五百万人来说的话 如果说他是用这个千分之一到二 这样去计算的话 那他这样子 其实三十例并没有超过他的背景值 那这当然后续还需要其他国家 在仔细检视他们自己的统计 通报是不是齐全 然后可能所以他们在未来几天 应该会做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个评估 不过从目前这样的一个发生的事件数 跟发生率来看的话 我想欧盟的药品局会发布这样的声明 应该是已经做过比较完完整的初步的评估 那这个血栓的事件 其实过去在我们所知的这些疫苗都没有出现过 反而是说因为我刚好提到 血栓的成因之一就是感染 就感染COVID-19也有报告说可能会引起血栓 所以透过疫苗接种来预防这个感染 反而是可能可以降低血栓的发生 那过去其实有研究发现说打流感疫苗 可以降低这些血栓事件的发生 不过因为我们黄种人 不管是日本 韩国 中国 香港 台湾 这边我们本来就发生这个血栓事件的几率 就远比西方国家低 所以这样的一个效益 本来在我们这边也就不是很显著 我们通常在接种疫苗的时候 不会去强调说 是用它来预防血栓 那反而过来就是说 就算如果一个疫苗经过研究 认为可能跟引起血栓 有一些关联性存在的话 那大概因为人种体质的关系 对我们亚洲这边的影响 大概也不会有西方国家这么的明显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的风险评估是说 我们会过来几天会持续观察 欧盟这边针对这个事件的一些调查 那我们因为还没开打 所以我们目前就是会持续观察 这些科学上面的分析 跟有没有新的证据 来了解说究竟这个疫苗 是不是有可能导致血栓事件的发生 不过就前一起 就是周一的时候 其实奥地利他们也有因为 有一例的这个血栓事件 已经先启动了调查 其实欧洲的药品局 在昨天也发布了 声明是说 调查的初步结果 也是显示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所以我想 大家目前现阶段 对于这个血栓事件的话 就我们的风险评估来说 还是可以稍微 就是不用太 急着去认为说 一定就是疫苗造成 像我们就是科学会说话 我们等更多的证据 再来做评估 好 以上报告 好 谢谢罗伯说明 那有关就是今天的英国医学期刊 就是BMC 他在今天的封面故事 就是把这个过去 这个在亚洲跟非洲 有经历过伊波拉 MERS跟SARS的几个国家 那他们因为有这些经验 所以可以在这次COVID-19的 这个疫情 有一些处理的 还算不错的一个地方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台湾 那台湾这部分是由 这个北荣的这个 李尔强医师来写的 所以我们就请作者 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 谢谢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来到记者会 来跟大家分享 事实上台湾在过去 这一年多以来 在防疫表现上面 是有目共睹 也得到很多国际社会的 一个肯定 在去年的7月的时候 那曾经代表台湾的 一起参加 在有英国医学期刊 就是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简称BMJ 举办了线上的防疫会议 在会议上面的话 的主题是提到说 为什么在全世界 很多的自由民主国家 是能够在防疫当中 做得特别好 在那会议当中 大家经过一个 国际上交换心得之后 就发觉其实这些国家 有个共同特色 这些特色之一就是 他们在过去曾经 有过大的一个国家的流行 比方说像利比亚 在北非利比亚 他曾经在2014年 有伊波拉病毒的感染 那在沙烏地阿拉伯 在2012年的时候 有这个MERS的一个流行 那更说在香港 新加坡以及台湾 在2003年的时候 都有过SARS的流行 后来发现这些国家 他过去的流行经验 事实上对于他们 在这一次我们COVID-19的 这个大流行当中的时候 都有很好的一个注意 所以他就特别在这个会当中 邀请这五个国家 都能够来参与 那因为我们并不是政府官员 是一个学者 临床医师 所以就有荣幸来参与 这样子的一个 国际的分享 并且在事后 我们把这个分享内容 用很简单的摘要 来做让这个期刊刊登 那刚好在今天 3月11号 就是英国的3月11号 刊登出来 而且成为封面故事 这就是这张封面上 所提到的 我刚刚提到五个国家 包括台湾 香港 新加坡 利比亚 以及沙古地阿拉伯 那其中特别有关于 台湾的部分 那很荣幸由我来 这边做一个撰稿 所以我们只要强调的是说 在SARS之后 在那个时候 我们英国经过SARS的时候 我们都经过一些经验 所以在那个经验当中 我们政府做了一些 以下的一些重要措施 第一个就是 我们加强了这个疾病管制处 就是这边的CDC 我们在那边增加了 必要的人员 特别是增加了 很多的公共卫生专家 以及防疫医师 做进行更好的一个疫调 并且也强化了 我们的资讯系统 以至于在这个 这段时间当中 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快掌握到 全国的讯息 甚至国外的讯息 这是有关CDC的部分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很多时候 在疫情发生的时候 很多事情需要怎么样 迅速应变 那这个时候 可是我们必须要 医法行事 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 有立法院在医院的时候 就做将传染病防止法 做了一些重要的一些修正 这边主要是强化了 中央跟地方的这些权限 并且也强化了在必要的时候 大家应该做什么样一些重要的事情 而且能够最重要的是 在必要的时候 能够政府可以启动 中央流行疫情 指挥中心 来做一个开设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一次COVID-19的时候 在去年2020年的时候 在1月20号 就立刻做了一个 初步的一级开设 到了2月27号的时候 也开到最高级的三级的开设 那这边立刻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就启动了很多协调的工作 这边包括协调的中央各个部会 中央跟地方政府 以及国内外的 这样这个协调跟资讯 更重要的是 还对物资做一些管控 包括我们熟悉的口罩的买卖 以及口罩的制造 以及很多重要防疫物资的 出口的管制 以及加强国内那些重要的生产 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跨部会的很重要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的话 都是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 这样子一个协调之下 顺利达成 事实上我们在分享这个时候 很多其他国家是非常羡慕的 因为并不是每个国家 都有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很完善的一个指挥中心 所以在这个整个发表之后 这个杂志给我们最后的标题 是Central Coordination 意思的说 台湾资讯防疫两个成功面 很重要因素之一 就是我们在中央 有一个很好的协调的动作 这样子的时候 才是造成台湾资讯防疫 能够成绩有目共睹的 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也是其实我们想强调 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的话 每天 几乎每天都会召开 像今天这样子的记者会 将重要的讯息 甚至新感染的病人的情况 都一无一时地让民众知道 这个可以让所有的防疫的资讯 透明化 并且能够达到教育 以及宣导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 可以让民众觉得安心 也增加了政府 跟民众之间的交流 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一个信心 我想这就是我们这次 在这个会议当中 以及这次杂志登出来 台湾这个经验 可以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地方 以上 好 谢谢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请 不好意思 这边才是提问 想再问一下 因为稍早有平面媒体报导说 针对帛琉旅游泡泡的部分 好像有确定说 4月要做首发团了 那是不是有要求说 像是半年内没有出国式 或是居家检疫等 才可以成为这个首发团的成员 谢谢 这个 有关这个部分 是不是4月初能够首发 还有这个 是不是就是说 这些人 可能没有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这些 都是在我们 就是预先的规划 那有这样的一些 构想 那还没有最后的确定 那所以这个都还在 等于是在 在这个 在洽谈当中 那目前也没有办法 太太早说明说 是不是就未来就是这个样子 还没定案 好 请 想请教一下庄副 就是疫苗完成封间检验到 配送到各个地方 开打中间 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最短的话 他是这样子 就是检验完之后 他还要再贴标签 那贴完标签之后 还必须要再 利用一些时间 需要再运送到 这个地方 所以我想 至少还要 至少三四天以上 对 需要 我刚刚讲的过程 那让这个一切都能够 能够 就绪 所以 这个部分 但是 最后 最后要开打的时间 可能还要再 在 有一些 可能 可能要 要指挥官这边 来做最后的一个宣布 副座请教一下 刚刚虽然罗夫有提到说 欧盟的调查 还在厘清AZ疫苗 对于人体血栓之间的两者关联性 那是不是我们台湾的AZ医护人员开打 要等到欧盟调查结束之后 才会开始进行 还是说我们台湾会照自己的步调 就是封间完成之后 就开始开打 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台湾如果AZ疫苗 开始施打之后 有没有一个条件下会进行缓打 譬如说有多少的不良事件通报之后 可能就会提醒民众暂缓施打 谢谢 第一个有没有讲 其实就是目前还没开打吗 所以当中都会看这个国际上他们的一些新的发展 不过刚刚的风险评估是说 除非有很特殊的状况 真的调查出来显示说 这个新疫苗真的跟雪川事件很有关系 不过我们当然是照我们的步骤来 那我想未来几天当然就是 比较关键的这个观察期 那第二个就是说开打之后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去年韩国的疫苗的事件 那个韩国的疫苗出现一些死亡 还有副作用之后 其实韩国本身并没有停打 反而受到舆情而影响而停打的 却是新加坡 所以其实在疫苗的这个接种这件事情上面 很多时候是牵涉到 不只是政策面或者科学面 有时候是民众的信心 还有舆论的这些影响等等的 所以我们目前并没有提出一个就是怎么样的时候 要严打停打的一个条件 事实上都是滚动是检讨的在在做了 那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 能够呈现最公开透明的资料 让民众可以放心来接种 然后不要轻易的受到一些可能小道消息的影响 而对这个疫苗的信心很轻易就丧失 疫苗的信心事实上是很容易丧失 但是很难重建的 所以也特别会常常都是我出来讲 这个关于疫苗的一些副作用或者是风险 就是因为希望大家可以 能够更清楚知道一些国际上的状况 那我们台湾因为比其他国家晚开打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了解 我们像欧洲美国 以及我们临近的日本香港韩国的这一些状况 那大家在讨论的AZ疫苗之外 事实上日本现在在打辉瑞疫苗 他们的医护人员里面有一些出现了这个 接种后30分钟内的立即性的过敏反应的键数 也有37件 那这个部分日本今天也会开会来做一些讨论 那这看起来大部分是有过敏史或者是有像气喘 这类过敏疾病的女性 所以他们是不是会加注一些金玉 或者是说针对这一些过敏史过敏疾病 一些这个重症或者是副作用或死亡的病例 那他们现在因为科兴疫苗的 这个访单有标注 就是说未受控制的慢性病患 建议延后接种到这个 慢性疾病控制良好 所以他们大概今天也会公布一个指引 针对这些慢性疾病 什么叫做未受控制 什么叫做控制良好 比如血压要多少以上 多少以下 或者血糖要多少以上 多少以下来做区分 所以其实像这个疫苗接种带来的 这个民众观感跟社会舆情的影响 是每个国家都会面临到 那也不是只有针对AZ的疫苗 那就看他接种是哪一种疫苗 就很容易会产生在当地的这个舆论上 所以我想大家就是 这是我们在做这个疫情防治 必须要面对的状况 那我们就是诚实来面对 想追问一下罗富 您会不会建议那个 我们有血栓病史的慢性 民众先暂缓施打AZ疫苗 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打任何的疫苗 会增加这个血栓的风险 所以也不用在现阶段去针对 就是说有这个血栓病史的人 就是建议不要施打 因为我刚刚有讲说 其实他如果感染到这个病毒 反而可能加重他这个血栓的疾病 所以我们要在他的力跟弊中间 来做一个曲折 而不是单纯只看到可能有一个案例 就就估限的扩大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等到更多的资料出来 如果确实有一些关联性的话 我们会再提到专家会议上面去做讨论 但目前看起来应该 一个对我们黄总人的影响 本来一般来说就是比较小的 另外就是说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显示 真的是这个疫苗导致的 不好意思想就刚才AZ疫苗的问题 再来做一些请教 是说如果说指挥中心在未来AZ疫苗开打之后 发现医护人员拒绝施打AZ疫苗的比率 还是比较高的 那想要问一下说 我们现在有没有规划 如何去提高接种意愿 那是否有考虑外界所建议的 由总统带领带头来接种 这样子以上 目前就是我们知道要医护人员 第一线也在做调查 大概三四成左右 所以并没有外界说 拒打或缓打的这个现象 那如果有类似这样的状态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指挥官跟行政院长 目前也都有说 如果有人有缓打的话 他们就会出来打 那这个都是一个 我们已经都确定的一个部分 请 年代一电视这边想问 越南旅游泡泡目前的进展如何 然后国产疫苗 因为没有第三期临床试验 有不被看好的情况 那指挥中心这边怎么看 另外就是金门他们也 也有说想要研议那个金霞防疫泡泡专案 那这边指挥中心有这样子打算吗 谢谢 有关越南的旅游泡泡的部分 目前应该上次指挥官有谈过 应该没有 只有说可能而已 并没有再继续再谈 那尤其知道说交通部好像似乎也有在 也有在进行 但是他并没有报到这个指挥中心来 所以应该说目前并没有什么进度可言 那 金门的部分 惊吓的这个部分 那昨天陆委会有回应 那这个因为这涉及到跨部会的一个评估 所以可能还要再请陆委会这边针对 这跨部会议题来先做个评估 然后在指挥中心来做一个决定 那有关国产疫苗的部分 我要说明的就是说 以FDA当时 这个用所谓的第二期的临床试验 找了这个3700位 至少要3700位的这样的一个 做法 其实是 根据这个去年美国FDA他们的EUA 10月份的时候EUA的指引 所以不是 就是我们的食药署自己自己定的 所以他也是根据一些一个国际的一些规范 那至于说利用这个所谓的疫苗的 所谓的保护力的关联指标 那这也是 国际上面比如说世界温组织 或是美国FDA目前 正在倡议的部分 也就是说当越来越多的疫苗 就说我目前其实非常缺 大家也知道虽然目前有好几个疫苗都已经上市 可是全世界还是很多国家 很多人民没有办法打到疫苗 那所以在临床试验里面有一个伦理的考量 就是说当这么多 当已经有有这个疫苗可用了 那比如说在美国 你就很难找到受试者 去说他可以让他去 在不接受疫苗 就是用Placebo 就是所谓的 你叫Placebo是叫什么 安慰剂的状态之下 去接受临床试验 所以等于是说 当越来越多的这个第三期临床试验已经 的疫苗已经生产了 那你这个第二期的临床试验 如果还是要走三期的话 那这当然会有一些 一些伦理的问题 所以有关用 所谓第二期用了3700个人 他主要是要确保 他这个安全性的部分 可以没有问题 那至于有效性的部分 就是看这个所谓的 疫苗的保护力关联指标 就是看说 这个所谓的 中和这个疫苗打了之后 他中和抗体浓度的抑制 是不是可以超过某一个特定值 所以现在一些相关的疫苗 目前已经上市的疫苗 比如说Moderna还有BNT 他目前其实都在做 这个方面的一个计算 所以如果这些疫苗 这些已经 生产上市疫苗 如果他们把这些资料 做出来之后 那理论上是我们国内 如果说第二期 第二期临床试验结束了之后 那他在 在食药署这边 也EUA EUA也通过了 那而且他的这个 所谓的疫苗 关联性的指标 也超过了这个 所谓抑制的话 那理论上是 其他国际上面的 这个比如说WHO 应该也可以 可以获得认证 那目前在 一些 疫苗 很多市面上的疫苗 其实也都是 不一定都要完成三期 比如说一些水痘 流感疫苗 A肝 B肝疫苗 很多都其实 不一定都要走完三期的 临床试验 就是利用刚刚那个概念来做的 这个在那边做了一个说明 好 还没有问题 那请 中复您好 民事请教一个 今天的有关今天的疫情 案982 他是法国籍的 这个男性 他今年1月12号就已经来台工作 但是我们还是认为 他是一个境外一路 那想请教一下 他的 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相关的性质 那他的接触者是 是大概是怎么样的 一个分布 那目前调查 他的在台期间的其他活动时 和接触时 那目前有没有一个 一个进度了 那最后想再请教说 他是不是 我们台湾 他是算是来台湾之后 被诊断出确诊 他可以算是入境之后 的第一九 还是第二九 还有没有这样一个排名 谢谢 案982 因为他是法国籍 所以我们在做疫调 因为时间蛮短 在做疫调的过程当中 比较难清楚了解 他的一些 说明 所以 所以我们这边针对他的一些行程 还在做进一步的了解 那目前知道的是 他 他来这边是做一些 资讯系统的建制的部分 那 至于他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还在疫调当中 只是这一位 他的这个 案982 他这个 看起来 他的血清抗体 Igm跟Igc都是阳性 就是说 他至少应该是 可能感染了 这个 六七周以上 都有可能 那 因为他的这个 至于说 他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段期间 那有可能他是不是还有传染力 那这个当然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 就是针对他可能接触的一些人 尤其是他自我这样管理完之后 那 是不是开始工作期间 是不是有接触到人 那我们这边当然去做做相关的疫调 如果有更进一步的讯息 我们再跟各位报告 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都知道国产疫苗的组成方式 和现在国外 尤其是AZ疫苗组成方式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就以这两种疫苗来说的话 国内的疫苗 其实安全性有比较高吗 应该是说 AZ疫苗 他是用 腺病毒的载体 当做这个疫苗的一个施打的一个方式 虽然在以前在 其他疫苗并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是不过在英国 还有欧洲 其实目前应该打超过1000万剂了 那状况也并没有一些比较安全性的疑虑 那另外我们 用国内的这个是用蛋白质的这个 次单位来当做疫苗 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方式 那这个 一般的 一般的安全性 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 我只能说 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安全性的问题 对 还是你有什么补充 从 国产疫苗是比较是刚刚讲这个蛋白质 呃的疫苗 那以目前已经在 呃国际上比较 呃进入核准阶段的这个 呃 他也是蛋白质的疫苗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疫苗大概就跟我们一般所常用的 儿童或大人用的像逼干疫苗这种 他的呃 方式比较类似所以他一般接种后会引起发烧的比例 也是非常的低 那我曾经在这边秀过一个我们好几种 目前的那个疫苗的出现发烧的比例的话 那呃 大概都有二位数以上 不过如果是以蛋白质疫苗来预估的话 应该会比如说以发烧的比较 大概都是个位数 甚至是比百分之一更低 所以会不会安全性怎么讲 就是说打完之后的负重比较少是可以预期的 副作祥请教一下今天新增的个案案983 这位英国籍的40多岁男性 他的CT值是39 那依照我们日前公布的新的解隔离方式 他是超过大于等于34 为什么还会判他为确诊 谢谢 大于等于34 那个之后要解 那是解隔离的标准了 你有点混了 就是说他虽然大于35啦 但是根据我们一些其他方式 我们还是把他研判为这个 还是确诊良性的病例啦 那大于等于34指的是说 他后续住院之后 如果验了两次 两次有一次 两次可能是阴性啦 或是大于等于34 那就可以把他这个判检隔离 是这个不一样的也做吧 好 没问题 好 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就结束今天继续会好 谢谢